披荆斩棘4节目组真的太偏心了,个人票榜单明显有改动。 总决赛成团业之前,武功是披荆斩棘4的最后一次舞台了。 其实一直很好奇,离开宿舍后,他们还怎样合体排练最后的作品呢? 好像武功就已经是节目终点了一样。 最近更新的运动会内容应该有很多搞笑的点,想来想去,不合适与武功评价放在一起写, 所以决定为其单独码字一篇了。 每次的公演前,总要搞点PK的仪式感,喊喊口号。 石凯的台词好像没太背熟,说出来感觉非常拗口。 每次都被小齐的主持功力感染到,预告里又被她的造型硬控了几秒,芒果能拥有她真的很幸运。 与其说是最后一场公演,不如说是总决赛的预热环节, 因为方方面面都是对标着成团业来做的,定位成半决赛很合理。 按节目顺序,挨个简单聊聊。 当尤长静和早安公布她俩合唱的曲目是作为怪物时,心都碎了。 因为我对飘向北方的执念实在太深,仿佛像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。 由于早安想要加rap,就涉及到与原作者沟通的问题,凤小月这个人脉有点意思,居然是邻居如此亲密的关系。 其实我有点不懂,是不是说唱歌手只能唱自己写的词,别的歌都不能唱。 为什么每首歌都要加一段自己的rap呢? 虽然很感谢早安为披荆斩棘寺的舞台做了非常进职的rap指导工作,但总因此要额外增加沟通成本,很是不懂。 都说rap是优势,但每首歌都加了之后,还算是优势吗? 看得出来,尤长静他们是把作为怪物的舞台像电影一样设计的,埋下了很多彩蛋。 我在看的过程中就发现不少细节,致敬了本届的众多名场面。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,尤其是那句作为怪物,格格不入。 其实,怪物无处不在,任何人都可以是怪物的化身。 只是有些怪物,懂得遮掩自己的丑陋。 河流的分号低,太低了。 这首歌属于丝毫不突出个人的表演,观众的印象里只有和声。 这组除了石凯,还有另一个舞台,撑着,其余成员全都白白浪费了一首歌的时间。 尤其是扶龙飞,好像一路都没什么存在感,属于无效参赛状态。 没镜头,也没故事。 你看一整期节目下来,大比例都分给了有限的几个选手。 如果不是刻意去关注这些小透明们,根本发现不了他们还在参赛。 节目组的偏心,真的很明显。 河流里除了石凯个人票是第四,最高票的就是徐海乔,但也只在第17名的位置。 扶龙飞18,焦麦琪21,朱星杰22,李佳琪25。 要是有六宫或者踢馆赛,估计又走好几个。 这组似乎也只有石凯是有效参赛了,至少很多此前不知道他名字的观众们,开始对这张脸有了印象。 娱乐天空很欢乐,没想到本次公演稍微有点起舞的作品,竟然分配给了王征亮队,也是为难他们了。 可能的确是维里安和蔡明佑太像了,所以甚至不敢安排他俩背靠背站一起,怕观众分辨不出。 维里安的松弛度最好,真的很欣赏每次彩排过程中犀利点评的女导演,句句都能说到点子上。 只是这个舞台的服装设计挺无语的,选手和棒舞穿得差不多,观众应该很难迅速定位到想看的明星吧。 王征亮真的瘦了好多好多,脸颊都凹陷下去了。 严格来讲,娱乐天空也不算一个纯唱跳舞台,这届的纯唱跳少得可怜。 海底舞台,黄霄放弃了舞蹈,李克勤独唱整首歌。 最后的ending部分肯定有删改,镜头能看出补拍痕迹。 挺意外的是,傅欣博在节目里提到自己曾患有抑郁症,并且给表演提了许多有用的建议。 包子这个情感带入场景的能力,有点强得可怕。 求不来这首歌,我想不到除了尤长静和凤小月之外,还有谁能够驾驭这个闽南话。 好在雅和庆莲也基本等于零基础,从零开始都差不多。 凤小月真的一点也不高冷,节目里发现了她的另一面。 这组在准备期间有个细节挺逗的,就是线上会议时杜海涛又没参加,我记得流行时就如此。 连不用登上这个阵营秀舞台的早安都在线,可见他们已经把隐藏技能玩得很明白了。 游长静组两个表演,全是上下半场里打头阵出场的,并不处于有力位置。 守候里,小九这张牌终于跳舞了。 王正亮在情感类歌曲这个赛道,几乎是无敌的存在。 这个表演里,有一个小九出魂的动作设计特别绝,而且利益也传达得简单直接。 全场最高分不意外。 从武功就能看出,双人秀舞台要比团秀设计更用心。 天高地厚,曾经是我和好友们去KTVB点,每次唱到副歌就会不自觉掉眼泪。 整体的滤镜也很港风,胡夏和傅欣博同框很带感,傅欣博rap的时候很像小青龙的Time。 全场我个人最喜欢的表演,是石凯和梁龙的黑白艺术家。 石凯演得太棒了,是迄今为止他本人最佳舞台,风魔和癫狂恰到好处,更胜去年的张远。 梁龙也终于认真了一次,非常用心地写了二度创作,拉票环节讲的话也很有哲理。 猫鼠游戏这种很经典的梗,做到合适的改编,肯定会大放异彩。 舞台致敬也给足了面子,相当震撼。 除了李克勤组全员参加了阵营秀,其余组都是把双人秀里除了队长外的那一位给抠掉了。 现在的公演舞台套路,基本就是安排走心的纯唱,以及把唱歌当成BGM的演戏。 唯独缺少纯唱跳的作品,每次都是浅浅跳一点点。 你看演艺宽到了第五次公演,才首次尝试唱跳,就知道这个节目现在的唱跳含量有多么低了。 其实本届并不缺能唱跳的选手,可就是怎么也凑不到一块儿去。 随便举例尤长静、庆莲、高清晨、朱星杰和佛龙飞,就能来一个很不错的唱跳吧。 最终再讲一下个人喜爱杜的榜单。 杜海涛如果能一直像近几期这样少说话,默默排练,其实口碑要比现在好多了。 杜海涛和李佳琪淘汰是早早通过剧透就已知的事情了。 李佳琪那番离别感言说得也挺真诚,他完全达到了最初来参赛的目标,算是没有遗憾了。 因为即便武功不淘汰,走到总决赛,也成不了团。 个人票榜单绝对是被修改过,有极度不合理的部分。 第一梯队里尤长静的排名低得有点不对劲,即便本次公演不如借过一下和流行,但也算基础热度很高的选手,按录制和播出时间来说正是网上热议的那会儿。 而且,台下粉丝那么多,绝对不至于跌出Top5。 节目组最鸡贼的是,把雅放在了尤长静的前面,让喜欢尤雅的小伙伴无力争辩。 为什么打压尤长静的排名呢? 唯一合理的解释,就是节目组不能让尤长静继续在Top1的附近徘徊了,否则总决赛就会像同届的姐姐们那样,面子上不好看。 其实看个热闹就好了,名次输赢又有什么重要。 反正也不是选手的表现说了算,观众说的更不算。 所以,算了。